研究发现,不容易脑梗的老人,大多都有这四个习惯,你占了几个,王阿姨今年63岁,自从退休后每天的日子还算悠哉,中午饭后午睡惠儿,起来就会到公园打打牌,跳跳舞,一天下午打牌时突然觉得头晕目眩,手臂发麻,本来以为是做就了血液循环出现了问题,想着站起来活动惠儿,但症状却不见好转。 牌友们急忙给他家人打电话,把他送到了医院,结果确诊是轻微脑梗,好在送医急时,不然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。 对此王阿姨表示怀疑,平常身体一直不错,怎么好端端就被脑梗盯上了? 医生解释脑梗是多种因素导致的,缺乏液酸也可能会导致脑梗,那我国脑梗高发与液酸缺乏有关吗? 一,脑梗高发都是液酸惹的祸。手把手教你补液酸。 据中国脑促重防治报告2023数据显示,我国40岁以上的脑促重患者有1242万人,且发病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。 而据柳叶刀数据显示,我国平均每12秒就有一人患脑梗,平均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脑梗,严重威胁到国人的身体健康。 虽然国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,但人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不规律的作息习惯,缺乏运动,过度摄入酒精烟草等,都增加了人们高血压,脑梗的风险。 很多人血压控制不理想,也增加了脑梗风险。 当然,除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之外,缺乏液酸也是脑梗的一个重要诱因。 据中国脑促重一级预防试验报道指出,一级预防中叶酸能减少25%的脑促重风险,而对于同型半光氨酸高于15且血小板技术低的患者,叶酸能降低70%的脑促重风险。 想要安全获取液酸,平常要多吃鸡蛋。 水果、坚果、绿叶蔬菜、动物肝肾、豆类、酵母等富含液酸的食物,不过液酸在食物烹饪过程中会有损失。 真正被吸收的液酸可能只有70%,如果对液酸的需求量高,那可以额外补充液酸。 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,饮食上如果能实现每天吃一个鸡蛋。 300-500克蔬菜、200-350克水果。 每周食用50-70克坚果、105-175克大豆及豆类制品。 每月食用2-3次动物内脏等,那液酸补充的也就差不多了。 2、身体出现5个异常或是脑梗前兆,赶紧就医。 中华中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委员,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致胃病与亚健康分会理事宋天力介绍,脑梗是一种常见,多发的高危疾病。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,主要发生于45-70岁的中老年人群中。 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可能会出现下面几个症状。 肢体、唇舌、手足发麻。 不明原因的突发肢体、唇舌、手足发麻症状。 同时伴有头晕、头痛、视线模糊等症状,要警惕脑梗来临。 经常头晕、频繁出现头晕、持续性疼痛症状等或是脑梗前趋症状。 眼前发黑,患者脑部血流异常导致眼部动脑缺血,就可能引发一过性的眼前发黑症状。 要提高警惕,及时排查脑梗,患大脑中动脑闭避色综合征及颈内动脑避色综合征。 大脑主干闭塞,引发运动性失语。 中枢性面瘫、舌瘫或者颈上交感神经受影响,都是脑部局部严重缺血所致。 身体疲劳,明明刚起床没一会儿,却总是疲乏无力,不停打哈欠,要警惕脑中枢缺氧。 据统计,80%的患者都会有身体疲劳症状出现。 3、不易脑梗的老人,大多有四个习惯,你占几个。 美国心脏协会2022年总结的生命八要素分别有,身体活动、饮食、睡眠、吸烟状况这四项行为因素。 脊胆固醇、血压、血糖和体重指数这四项代现因素。 一项发表在Stroke上的中国队列研究结果显示,生命八要素健康评分能够预测未来促重风险和动脉硬化状态。 研究结果发现,生命八要素健康评分大于等于80分的人比得分低于50的人促重风险降低了86%, 当前的研究结果给未来的促重预防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和启示, 如支持生活方式的改变,控制不良代谢危险因素和提高中风意识。 研究人员指出行为因素的理想状态标准应该如下。 吸烟状况,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从不吸烟。 身体活动,身体活动方面建议成人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分钟以上的高强度有氧运动, 也可以两者结合起来。 同时,每周至少要进行两次的强化肌肉运动。 睡眠,正常成人理想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晚7到9小时。 饮食,饮食上要养成健康的饮食模式,多吃新鲜蔬菜, 水果,坚果,全穀物,海鲜,豆类等食物, 少吃红肉,加工肉,含糖饮料等。 我国脑梗患者不断增多,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。 由于脑梗发病率高,致残率高,致死率高,因此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如果出现上述几个异常症状,要警惕是脑梗作祟,尽快就诊排查。 为了预防脑梗,平常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,保证良好的行为习惯。 如何远离脑梗? 五个建议,让你不用谈梗色变,很多的人一到年纪大了再发胖的。 十有八九是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的。 老年人发胖其实是三高的主要标志,而三高也就是高血压。 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导致脑梗色的主要原因, 特别是高血压,人体内血压过高,很容易导致脑血管破裂,从而引发中风。 香烟喝酒是导致脑梗色的元凶之一, 因为香烟里面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,能够刺激人体内的植物神经, 引起心跳加快,血压升高,还会使血管里面的胆固醇加重,引起血栓。 大家都知道,导致脑梗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血液里面的血栓堵塞血管而导致的。 所以,对于上了年纪的男性朋友,戒烟和戒酒是势在必行的。 无论男女老少,运动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法。 适当的锻炼可能增强身体的抵抗力,可能加快人体内的新陈代谢, 降低血液里面的胆固醇。 对控制体重,调整血脂和降低血压有很好的效果。 但是,老年人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,最好是进行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。 降低血压是控制脑梗色的防治措施之一。 有脑梗的人普遍血压不稳定,同时血糖也偏高。 所以,调节血压是很关键的。 如果已经查出了有轻度的脑梗色,那就是去正规的医院看医生。 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,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速度。 减少血液里面的血脂含量,降低血栓。 现在脑梗色的发病人群越来越年轻,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,调整好作息时间。 不能熬夜,这样才能降低脑梗色的发病几率。 此外,还要坚持晨起,两坚持晚上两不要,血管才会更好。 第一,晨起坚持多吃蔬菜和水果,蔬菜和水果里富含钾离子。 膳食纤维能够稳定血压和血脂,从而能够促进脑血管的健康。 第二,晨起坚持低盐低脂饮食,高血压是导致脑梗色的罪魁祸首。 如何才能更好地控制高血压呢? 那就是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。 建议少吃太咸的食物,少吃太油腻的食物。 腌制、熏制、油炸的食物都最好少吃。 第三,晚上不要酗酒,很多人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,都是在酗酒后出现的。 长期酗酒的人更易罹患高血压。 长期盐酒,酒精还很容易伤害血管,导致动脉周样硬化。 第四,晚上不要熬夜,要想身体更健康,不要熬夜至关重要。 长期熬夜的人更易出现脑血管疾病,很多急性脑血管病。 比如脑梗,都是在熬夜后发生的。 晚上坚持早睡早起,千万不要熬夜,熬夜不仅会降低免疫力,还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。 只要保持足够的睡眠,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。 晚上坚持吃气氛饱,早上要吃好,中午要吃饱。 晚上要吃少,因为晚上我们的消化道也会稍时休息。 消化食物的速度会减慢,如果晚上吃得很成,而且吃得特别油腻,不仅增加消化负担。 而且会升高血脂,吃饱了就去睡觉。 血液会更加粘质,发生脑梗的风险就更高了。 要想远离脑梗,除了要做好以上四点之外,建议要定期测量血压,如果发现血压升高,应该及时进行治疗,以便更好地预防脑梗色。